很多人喔 愛智在中部也教育動部 可是如果造成這個扭蛋也才是公仔 真受到民眾教育 現在這大學生真有創意 在世界創造這個扭蛋 又在朝鮮來範圍 而且又受到很多人的教育 一個在這扭蛋名叫做晉級的磨礙 從這個磨礙在做上開心過創的形象 結合療癒的動物 總共混成五種動物 分配是麻雀 柴犬 水踏 倉鼠 咖地 這瓜 只要一塊 來面也還可以放這個回文針 丁丁的修補品 我愛Q版話 然後加上一些我個人自己喜歡的動物 比如說 柴犬 然後麻雀 倉鼠 柱子之類的 然後與麻雀做結合這樣 過程中設計方面的話 就是有考慮到因為縮小的關係 所以比例上面有詮問過系上的 懷德老師跟志龍老師 最喜歡的話 應該會是水踏 其實我那時候噴的配色沒有到這麼黃 只是它造型很可愛 我是很喜歡的一支 這些東俄一次是由在大業大學的工家勤老師所記得 設計第一部的作品《東京騙語》在橋上來做煩賣 因為受到很多人喜歡 所以才會推出第二部的扭蛋 不僅第二部的扭蛋已經開始九七 他們現在這個包裝是for 7 銷路的 就是說 因為畢竟扭蛋店 那包括一些台北地下街的扭蛋 它數量不可能像是台灣的7 這麼多 所以他們因此又找了一個7 的銷路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合玩的樣子 然後呢 它就有附這些比較那種標語的那種貼紙 就是說 可能就是上班組的一些 比較惡搞的標語 比如說吃土中啊 然後爆竿中啊 偷懶中這些 所以歡迎在自己的作品可以在通路上來喚賞 而且設計的作品已經進入第二部 所以到了自己覺得很有性主感 也真感謝好好 老師記得 這可以讓他們的作品心為真奇的扭蛋 中西新聞 科士王 台川報道